獨賣巨人主場迎戰養樂多燕子 展開雙方三連戰的首場交手 巨人推派出Taylor Junkman 掛帥先發 結果本季四度登板 拿下了兩勝的Junkman 是在二局上半遭到狙擊 一類友人的情況下 被第七棒的西埔直橫 掃出一發左外野方向的兩分砲 讓燕子軍率先打破鴨蛋 而且想不到Junkman到了四局上半 再度陷入亂流 單局投出四次四壞球保送 挨了兩隻安打 單局又再噴掉三分 讓養樂多取得5比0的領先優勢 單是巨人的機關槍打線 是立刻在下半局環以顏色 從第三棒的玩家號 這支中間方向的穿越安打開始 巨人軍單局一共敲出了六隻安打 加上對方的保送跟失誤 單局一口氣灌進五分 瞬間就把戰局扳平 而且巨人的火燙手感 是一路燃燒到了五局下半 當家四番鋼本合陣 逮到這顆一百四十四公里的訴求 一棒把小白球送上左外野看台 這是一發陽春炮 剛本合陣本季第八轟 幫助球隊以一分反超 而接下來登場的龜井扇形 也有樣學樣 一上來抓第一球就出棒 小白球同樣朝著左外野大強 一去不回頭 巨人軍背靠背開轟 打得養樂多投手 小川太轟都懷疑人生啦 巨人這個半局再次敲出六隻安打 同樣又是五分進勝 五局打完巨人以十比五暫時領先 儘管養樂多打線在第六跟第七局 分別炸裂了一發陽春炮 把比數縮小成三分差 但是七局下半 奮徽之師再度發起攻勢 大臣卓三跟中島洪之先後擊出安打 隨後我國好手楊代剛也接力喬安 幫助球隊攻佔蠻壘 右桑今天以代打的身分上陣 繳出三之三猛打賞的好表現 之後巨人又靠著安打串聯 進帳四分接下來第七棒的田中俊泰 是在蠻壘的情況下 一棒直擊最深遠的中外野 這球留不住啦 田中俊泰本季第二轟是一發滿罐炮 巨人團隊今天一共狂掃了二十三隻安打 其中包含三發紅不讓 讓他們在Lucky7吃下了一個八分大局 奠定勝機 中場就是以十九比七擊敗養樂多燕子 收下三連勝 繼續穩坐 央連龍頭 Y2新聞 綜合報導 中場集中